野右鼠作为美军具有传承意义的战机型号 F4 F100 F105等多款经典战机呢 都开发过野右鼠版本 目前美军最新型的野右鼠战机是 F16CD Block 50 52 Plus 这款战机呢台湾空军也有装备 今天台湾空军装备的F16野右鼠版有什么作用呢 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台湾空军的F16C野右鼠战机的实战作用 野右鼠战术最早是由越战中的美国空军提出的 主要是由某些装备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反辐射导弹的飞机执行任务 通过攻击敌方引导防空导弹的雷达压制敌方防空系统 从而保护己方轰炸机 而野右鼠战机则是对执行SEAD压制敌方防空武器任务飞机的一种称呼 自越南战争以来 美军分别有F4、F100、F105等战斗机充当过野右鼠的角色 一般情况下 这种战机不会独立作战 而是伴随着空袭机群一同出动 为己方战机扫清前进路上来自敌方防空导弹的威胁 2004年获得台湾空军模范联队的 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26作战中队顺利成为了台湾首个配发反辐射导弹的战略攻击单位 26作战中队是台湾的亡海空军 由于队灰是一个骑着扫把的女巫 因此又被叫做女巫中队 根据建军日程 曾于2006年完成反制作战的训练任务 也就是说 第26中队将可执行跨海攻击任务 而担任这种任务的战机 也就是被美国称之为野右鼠战机 其实从1997年开始 一些美国的航空摄影爱好者 就发现了台湾空军的飞行员 曾经在美国卢克空军基地受训 这些爱好者发现卢克空军基地 特有的F-16野右鼠战机机身上 印有台湾空军的军灰 因此当时的一些军事专家猜测 台湾军方除了购买150架的F-16A、B、Block 20外 可能也是买了一批 型号为F-16C、Block 50的野右鼠战机 只不过这批数量大约4架的战机 起初一律由美方代管 并未回到台湾加入到空军机队阵容 直到美国在2001年 同意出售哈姆反辐射导弹 以及相关套件 受训空军完成接收准备 并将训练计划完成之后 又在2002年 美国针对部分F-16进行了系统升级 将任务计算机中的射线软件 进行了解密 让台方飞行员能进行仿真训练 才顺利加入到台湾空军的机队阵容 那么台湾空军的野右鼠战机 作战能力有多强呢 目前26作战中队进行野右鼠作战 主要的打击平台和手段 是航程远的F-16C、Block 50 覆盖频率广泛的 ALQ-184电子战干扰吊舱 以及具有高灵敏度的A-88哈姆反辐射导弹 提及F-16想必各位朋友都不陌生 它作为一款轻型战斗机 其外形是从50多种方案中挑选而出的 采用悬臂式的中单翼 平面几何形状为切角三角形 前缘有随迎角和飞行速度的变化 而自动下偏 改变机翼弯度的金翼 这种设计让F-16在大营角时仍可以保持有效的生力系数 从而提高飞机的机动能力 而后缘有全斩长的金负翼 不仅可以像普通金翼那样起到增加生力的作用 又可以左右插动进行横向操纵 一根前缘是大后掠角边条 可以改善大营角时的气动性能 同时可以减轻飞机的结构重量 美军曾在1991年对开始生产的F-16换装了最大推力为75.6000牛 加力推力为129.6000牛的F-100PW-229和F-110GE-129发动机 但是根据资料显示 台湾空军使用的F-16 装配的还是通用动力公司的F-110GE-100涡扇发动机 虽然最大推力只有73.6000牛 但是也是足够用了 且不说美国发动机可靠性高的优点 单凭油耗低 就使空重裁7吨的F-16 拥有了超过3800公里的最大航程 因此也能明显看出 台湾空军手中的F-16战斗机 完全具备执行战略纵深作战的能力 可以说从台湾空军获得了F-16战机之后呢 再添战略威慑力量 对地对空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整个防空战力也上升了一个巨大的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 有资料显示 台湾空军的F-16AB Block 20 还获得了美制的ALQ-184电子战吊舱 和蓝盾低空导航红外跟踪系统的外销型 神射手AAQ-14和探路者AAQ-13吊舱 其中外销版的神射手AAQ-14 虽然没有攻击功能 但是探路者AAQ-13 却让台湾空军的F-16具备了夜间低空飞行能力 不过这两款吊舱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对美国而言 台湾空军是第一个获得了ALQ-184电子战吊舱的海外客户 而ALQ-184是一种高性能自动化多波段 能够进行干扰频率调整的一款多功能电子战对抗吊舱 除了能够直接对敌方导弹雷达导引头 或者是制导雷达发射杂波干扰外 还能通过电磁波直接侵入敌导弹雷达导引头 或者制导雷达的电路中 使其计算错误丢失目标 目前驻防美国本土的F-16战机 大多数都装备了ALQ-184型电子对抗吊舱 而一般驻海外的F-16机群 则配备性能较差的ALQ-131电子干扰吊舱 这款吊舱只能保护执行任务的F-16机群 可对打击目标可能部署的防空系统实施欺骗和干扰 保证这些高危险机群能够安全出入 至于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是美军现役的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用以取代越战时期的AGM-45摆设鸟 与AGM-78标准反辐射导弹 采用超音速巡航射程大于16公里 通过被动雷达巡地制导系统 导引头可以自动跟踪敌方雷达波 来毁坏敌方装备有雷达的防空系统 可以有效压制摧毁地面和舰上的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 和高炮控制雷达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呢 曾大量使用这款反辐射导弹 对一军重点目标和防空雷达部队实施了精确打击 干掉了大量的一军防空武器 而最近的俄乌战争呢 乌军米格29战机 曾超低空穿越俄军雷达探测区域 和俄军战机巡逻区 在海上向俄军的S-400导弹阵地 发射了美国援助的AGM-88 成功摧毁俄军S-400配套探测距离700公里的 NUBE-U米波远程预警雷达系统 据了解 AGM-88的引导头 可以覆盖98%以上的已知雷达频段 目前就空军的作战形态和作战任务来分类呢 大概可以分为反制作战 进阶支援作战 阻绝作战 战场制空权 及战术补给等五大任务 然而以台湾空军的战略观点而言 无疑反制作战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所谓的反制作战 就是先让一步 而后伺机反攻的作战战术 二战期间的中途岛战役 就是反制战术作战的典范 1942年6月4号 美日双方在中途岛附近海域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在这场战役中呢 美军采用后发制人 成功地实施了反制作战 从被动中转为主动 咱们上面提到 台湾空军的二六作战中队 曾在美国卢克空军基地受训 显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啊 那就是台湾军方 不仅仅只是关注攻击主体的兵力 开始注重辅助兵力 掩护兵力的训练了 而这个训练现如今呢 可能已经进入到很细层次的每一个基础训练了 按照台湾空军装备的F16来看 二六作战中队野右鼠战机的作战半径 应该与其相差不大 可以达到近900公里的作战半径 目前台湾空军还没有装备空中加油机 如果装备了加油机 那么将大大增强 二十六作战中队野右鼠战机的作战半径 以及其余F16的灵活性 此外 即使买不到空中加油机也别忘了 F16可以通过加挂宝型副油箱增加航程 例如以色列和日本都曾经为F16 开发出了2728升的超大油箱 最多可以将作战航程增加40%左右 而这些油箱呢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都是可以买到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着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